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想要降低血压,降低血糖,不要的只吃苦瓜当做主食菜啦。 是一只道菜,既能够降低血压,又能够降低血糖, 非常的适合三高人群使用的。 清淡爽口不容易,开胃下饭,越吃越香, 经常吃,血压平稳。 血糖不高,身体倍爆,芝麻麻香, 活到一百多回都可以见不如飞打,身体特别的硬朗, 非常的装实。 准备一把黑木耳放入水中,水需要是温水的, 温水泡的是比较快的。 再来一点面粉还有白糖,扎拌扎拌, 我们浸泡一会儿,把木耳泡开。 准备一小把芹菜摘一摘。 芹菜具有很好的降压降脂的作用, 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含糖量也很低, 非常的适合取牙膏, 却腩膏的朋友们吃一些芹菜的。 芹菜中是安有上次纤维, 维生素, 蛋白质, 营养比较充足, 一场生活中, 可以多吃一些芹菜, 当做蔬菜吃很不错的。 无论是直接炒, 还是凉拌菜, 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 口感也很好, 清脆爽口又多吃, 非常的好吃的。 准备一颗洋葱, 包去外皮。 洋葱蔬菜里面无一含微生素A的食物,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 洋葱之后含有的新元素, 盖、铁、 瓶、 镑、 都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 洋葱不光有营养, 它的口感也很好的, 清脆爽口。 再把洋葱切个细丝, 再抖一抖, 抖开方便食用。 我们准备一颗胡萝卜, 刮去外皮 胡萝卜的营养特别的丰富的 还有钙 铁 维生素 膳食纤维 胡萝卜切成小段 这样写着切 形状更好看的 然后再切成薄片 胡萝卜的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 一场生活中 要多吃胡萝卜 既补充钙 又补充膳食纤维 维生素 营养机器的高达 不一会儿的功夫 木耳泡发好了 再抓洗干净就可以了 木耳含有特别丰富的 膳食纤维 铁 钙 鲜 维生素 铭 营养特别的多的 平时要多吃木耳 又能够补钙 还能够补铁 又补血的 营养特别的丰富 我们抓拌抓拌 把木耳洗干净 木耳过后里面有好多的灰尘 不好洗的 加入了面粉洗 面粉具有特别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木耳过后里面的灰尘 全部吸附出来的 并且我们泡发木耳的时候 加一勺白糖 用温水泡发 几分钟就可以泡好了 泡发的木耳又大又好的 非常的不错 准备好的芹菜 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准备几颗小米辣 切成小圈 不能吃辣的朋友们就不要放了 辣椒呢 不光香辣酸爽开胃 而且有辣辣椒素的 营养比较丰富 摄断腥味也比较充足 其实要多吃一些辣椒的 准备几颗大蒜 切成片 大蒜可以多来一些的 大蒜含有大蒜素 营养丰富的 平常生活中要多吃大蒜 再多一多 多得顺一些 就能激发出蒜香味的 再加入少许的辣椒面 来一勺盐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加入生抽调味 醋可以多来一些 来点香油增香 搅拌搅拌 料汁调好了 这个料汁无论是怎么吃都好吃 平时搭配面条 吃水饺 吃馒头 都比较赞的 香辣开胃很好吃的 提前烧开水 把芹菜倒入锅里面焯水 焯水时间不要太长了 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焯好水 我们控水捞出来 再把西兰花木耳加进来 也是一样的 焯水几分钟 煮熟 焯好水了 我们控水捞出来 下面把我们准备好的 胡萝卜 洋葱 加进来 焯好水的芹菜 加进来 木耳西兰花 黄瓜片 调好的料汁 加进来 我们开始搅拌 搅拌均匀就可以直接吃了 清淡爽口 不油腻 又香又美味的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达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我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清脆爽口 又好吃凉拌菜 就做好了 里面的蔬菜 都是具有很好的 降低血压 降低血液作用的 清淡爽口 又好吃 不油腻 很香的 夏天也要到了 冲天到了 慢慢天气比较热了 也不想吃饭 可以适着凉拌菜 具有营养 又美味 又好吃的 主要能够 降低血压 降低血糖 对我们三高人群 特别的有帮助的 做法也比较简单的 口感很香醇 香辣开胃又酸爽 喜欢的朋友们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真的是太香 太下饭了 开胃 下饭 酸爽 又过瘾 好吃 喜欢的朋友们 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留言转发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